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 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 戒烟不容易 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 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 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 简单一喷 药品急速释放 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 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 除了尼古清神队友 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 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 尼古清戒烟喷雾 用科学方法戒烟 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 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 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 加安加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区民生动路三段2号10楼 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 尼古清戒烟喷雾 相伴每个新开始 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说 你说人家就说 因为你是同心恋者 所以你必须在职场上 你想要达到那样的地位 你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你要有很多的革命 你要强迫很多的繁离之类的 那其实 然后意思是说 你要做很多努力 才能够让那些不喜欢你的人 不能接受同心恋的人接受你 你才有可能达到你要的那个职位 可是我要说的是 难道双性恋者就不用 异性恋者就不用努力 就可以达到那个位置吗 对 不能这样说吧 异性恋者也是要很努力 才能达到那个位置啊 并不是同心恋要特别努力 才能达到那个位置啊 对 所以都是要努力啊 只是说你如何让自己的心安住在什么样的位置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积极盈盈让大家来喜欢我 你会这样做的前提就是你已经不认同自己了 对 对 对 你不认同自己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张牙舞爪的行为 很多情绪 很多不理智的行为出现 那谁 任何人都一样 谁会喜欢一个情绪化的人 当朋友 没有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十三集的SSE训练漫谈 我是廖教练 爱乔敏老师是一位同志 他也是我生命中第一位活生生站在我面前 让我知道他是同志的朋友 他的出现瞬间改变了我对于许许多多事物的看法 但是尽管如此 我对于同志的一些议题 以及同志圈的人们心中的想法或者是经常所遭遇到的情境 基本上还是相当的生疏 所以今天重新再做后置再重新听这一集的讨论内容的时候呢 其实我脸上还是一直挂着微笑 我实在是非常庆幸自己能够下定决线去把这一集的节目做出来 也非常的感谢赖乔敏老师这样子五十而且大方的分享 所以本集节目真的是相当精彩 话不多说让我们来赶快收听 OK这个是赖乔敏老师的第二部分访谈 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先用一个问题请教你就是你一路以来有没有碰过很多人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不知道你是男男女的 看你的外线 从小 从三岁人家就认为都叫我阿迪亚了 是喔 对很长很长 我那个时候入学的时候我看到你会觉得有点困的 或者说这是赖乔敏老师是男生还是女生 后来又看见点名单上面想要怎样 对那在看台湾很多的女性的运动项目常常也会让我自己个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印象就是说我们的女生队出去好像比较多短髮比较多很多小时候我们在讲那个男人婆的感觉 跟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女性运动员比起来好像落差就很大 那个时候就只是单纯这样子而已 一直到长大了之后才知道T的存在才知道同志 而且是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位 然后我也必须比较老实的讲这种东西说真的不是录节目的话 也许我还不会有那个契机可以说出口或者是请教这个我一直很有兴趣希望也晓得但是又不晓得用怎么样子的方法比较不会去冒犯到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好了 你让我去改变让我现在变成是一个支持同志权益的恐童者 哇非常感谢 对用这样子的讲法不晓得会不会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因为打个比方好了 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有两个朋友是在做那个法庭设计的然后是两个gay 然后说他们的功夫很厉害建议我去 对 然后为什么我没有去 因为我不习惯有男生喜欢男生的然后在我身旁 本能上面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抗拒 我只要这样子也许不好 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 对 对 那这个就是我要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我们的成 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能够这样子谈的机会 你应该算是除了我跟我自己的那个女朋友还是自己的老婆 我们后来有结婚 然后可以这样子公开谈之外 应该是说像这一次你给我这个议题我要来上这个节目之前 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 第一个是说我们不会用什么样的圈子去局限说我们什么话才可以聊 就跟人跟人之间交朋友 我是当老师的你是做广播节目的我们是不同领域的 那难不成我会因为怕冒犯到你什么而我不敢开口问你什么吗 懂吗我们应该是抛开那些界限 我们是抱着我的发心是说我抱着来分享 你也是抱着想要学习的这样正向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来交流 这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 对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你说 台湾运动员感觉都比较男人婆 其实我要跟你说的是我自己出去运动场上 我还遇过比我更魁梧更像男生的男生 他如果不是在过棒的时候把衣服脱掉 你还真的不知道他是女生 对就是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遇到的更夸张 但是我要说的是说运动员 运动员本来在场上就是追求最高的表现 谁能拿金牌谁就是偶像 那其实你说台湾运动员看起来比较强悍 因为他在运动场上他必须表现出他想要获胜 想要想要为国争光 想要求胜的那一面的时候 通常都是比较阳刚的 对有所坚持然后有原则 但是呢这不代表他私底下他的内心也是你外表看到的那样 对就是出发点是这样了解 好那所以我想要从另外一个方向去请问就是说 以前我们就是用同志这样子的名词去描述 喜欢跟自己的相同性别人 那比较近期有一个名词出现 叫做LGBT 这四个字字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一直到我现在都还不是很清楚 好 这个 所以这几个身份的人们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情况 或者说像是你是喜欢女生的女生 那对于喜欢两种性别的人 你们跟他们的认识 会不会像是我们这种异性恋者跟同性恋之间的这种差别 应该说差别吗 这四个字的代表的意思 之前我一直以为T的意思是transvestite 就是那个跨性别装扮 但是后来好像不是变性 就是生命过程中曾经转换过性别 不管是利用荷尔蒙方式还是用手术的方式 这样子 它 其实这四个字代表的有分女同性恋者 然后L是代表女同性恋者 然后G是代表男同性恋者 B是代表双性恋者 T是代表跨性别者 对 跨性别的意思就是 有点像我刚才所讲的 原生是一个生理的性别 但他自己认同是另外一个性别 对 还有最现在到2010年代还加了一个Q 叫LGBTQ 到了Q的时候 Q是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 对 或者是说他拒绝接受传统性别 二分法的酷儿性别 然后还有一个I 后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种叫LGBTQIA I是指双性人 然后A是指无性 或者是支持同性恋的异性恋人 所以很很广 但是 所以我可以被归到后面去 对 对对对 你是属于I 你可能是属于A的部分 对 所以其实 其实我要说的是 就是现在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的性别认同超过50种以上 有研究出来 这超过50种以上 还蛮有趣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 这都是一大进步 对 我觉得你说 刚开始你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你说电视转播总是好像一直take到 那些女性运动员好像比较像T 可是我要说的是 其实运动场上运动转播 他会转播比较强的选手 表现比较好的选手 或者是得分关键的选手 只是说他刚好是那样的外型 可是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一定会做出最舒适的造型上场 因为他要获取最高的成绩 对 那有的人可能上场他是 他上场可能他就是一定要绑马尾 他不绑马尾 他没办法比赛 可是下了场之后 他根本连头发他都不喜欢绑 有可能 对 那有的人是说 因为训练的关系 所以我就是习惯短头发 对 那像我自己小时候 我小时候还没当运动员之前 我妈妈也是帮我留一头长发 可是我很会长臭头 很会流汗 因为爱运动嘛 很会流汗长臭头 然后最后就全部都剃掉 剃掉之后 再来我就没有印象我在长过长头发 就是很多的原因 但是从小在很小的时候 我根本什么都不懂 三岁在幼儿园公园在爬 爬栏杆的时候 人家都叫阿迪亚了 然后我妈妈总是在旁边说 我那是阿迪亚 对 可是我们小时候 我应该是说 可能我小时候从小个性 我也不太会去在意别人说 我是阿迪亚或什么的 我也不在意 因为我也不认识他 他在讲什么我也不想理他 只是我妈可能会很在意很生气 但是后来日子久 习惯久了之后 然后我们家的人 总是都会在背后帮我解释 可是我也觉得有解释没解释都不重要 我都不认识他 我为什么要在意他 然后再来 再后来到你对感情有点感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就是没办法喜欢男生 当然曾经有学长 当选手的时候 也有学长要追求过 可是你就觉得你就是 没办法跟男生可以很 很很清静 或者是说 我不习惯在人的面前表现软弱的那一面 然后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什么都能聊 然后身体不舒服 身体起来什么的 就是很很很open的可以聊什么的 可是跟男生之间好像就少了那一点什么 但是也不是说跟男生就没朋友 不是哦 我们男生的朋友还是很多 因为同小团队当中 学长学弟大家都还是很好 只是说你就是在感情的这一部分 感情面上面就没办法对男生有感觉 对 但是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像你没办法对 你说男生 你明明知道他那个男生喜欢男生 对 可是你就是会很 有点害怕抗拒 对 因为你 我觉得人很有趣的是 未知跟不理解 才会产生很多的想象 对 那当我们打开心胸的时候 去聊聊 对 就是去聊聊 他们也不是聊 就是他们也很有趣啊 每个人的个性就是本来就很多元嘛 就人也很有趣啊 你说只是说他的个性 他就是他没办法喜欢女生 他就喜欢男生 还有一种是很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社会的性别认同之下 就觉得男生一定要什么样 女生一定要什么样 对 可是 从小可能我的环境 我的家人不会给我这么大的受限 对 可能刚开始我练聊到 我们我妈妈承受很多亲戚的责难 就是 为什么女孩子要让她练聊到 是哦 对 你那些就已经很糟糕了 你不要把他去聊聊聊 我妈就说 没办法她就教她 等到你 你就知道说 原来我的妈妈是支持我的 她或许没有名讲 但是至少说 反正我就是要练聊到 我喜欢我妈妈也没有反对 对 然后 她只跟我说 你要练你就要练出个名堂来 你就练出个成绩来 那当你练出成绩来的时候 教练去我家贴红榜的时候 家人就是很开心的 嗯 那之后你考上 你因为练到 你书也没 你不爱读书 可是你有了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的时候 家人也是替你开心的 嗯 对 然后 怎么样 你在他们的眼中 你都是他们的小孩 他们的侄子 他们的孙子 可是 我还是很勇敢的 就是我应该是说 我能够这样的做自己 是因为我的家人 我最在意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有支持 嗯 其他别人的眼光 对我来说都不是重点 但是回过头来说 不是说因为我是女同性恋者 所以我需要得到这样的支持 而是我要说的是 每一个人不都是这样吗 对对对 男生也是一样啊 他想 小男生他喜欢车子 他想要做模型 你偏偏说你叫他去当医生 这不是也是在抑制他吗 对 用你社会 或者是用你的职业认同 去霸凌这样的孩子吗 嗯 所以我说 回过头来是 摊开来讲 每个人都是需要被支持的 只是说 因为 那个 性别认同的关系 他是 做了这样的选择 嗯 对你是做了这样的选择 所以你们家是一直来 这个是大人都知道 你有这样子的形象 然后默默就是 直接认同支持 接受 而没有经过一个 就是好像 所谓的出柜 对 或是很反抗的 就是 那个 逃避的心态这样子 我女儿不是这样 不会 没有 对对 我妈她们就是 只会说 哦 那时候刚 也不会 就是从也不会问说 啊你怎么没有交男朋友 嗯 什么 没有耶 对也没有都没有经过 这个 实际说到后来真的决定要结婚 我有跟爸妈说 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嗯 对啊 就是 你就会多了一个女儿 就这样而已 啊 那你说 好啦 啊因为这个女生也常去我们家 啊你跟家人也熟 啊就说 啊也没什么 就是多了一个家人 我觉得人跟人之前就是相处啦 嗯 就是相处 就像 你跟我也是因为相处过来 所以我们才会很熟悉嘛 嗯 可是如果说 我跟你在研究所当中 我们都没有什么聊过几句话 不管我喜欢男生 不管你喜欢女生 你就不会喜欢这个人嘛 对就会自然的 有距离 就会觉得说 很有距离的一个 对对对 所以不会想要认识他更多 对对啊如果刚好我又是女同心恋者 你知道了 你会觉得 又会有更多的想象 对又好奇怪 就更距离又拉更多 对对对对 可是当你认识了熟悉了之后 发现嗯 没有那么难相处啊 大家人都很好啊 都愿意互相帮忙啊 这个上一段节目我们没有聊到 就是 那个时候我是 一般时候你是在值班的 我们两个同届 然后同一个实验室底下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遇到的绝大多数的在值班 对自己会 对自己的研究的内容 没有什么想象 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没有什么主动的这种概念 他们会觉得说来 念一个学位式过一个水 取得一个资历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是很少是我碰到在值班 是很主动为了 自己研究内容 会去想要去思考 会跟老师和一般人去讨论 会有很多你的研究内容 很多自己的idea放在里面 我觉得这跟绝大多数的在值班 是一个很明显的差距 应该是这样讲 他们不见得是不愿意想或不想认真做 但是他们缺少了一个就是 问一个好的问题 这个概念在他们脑袋里面没有 他们需要的就是好像在国高中 甚至大专层 那种教学方式是老师带着你的 所以东西是老师给老师丢的 我觉得刚开始对你有比较特殊的印象 是因为这一个特质 对啊就是遇到问题喜欢解决嘛 那我们本来就不是那种害羞那样的人 只是说不熟的人 我们当然就是不太聊 但是熟悉了 我们就不懂就是会问啊 也不能不懂装懂 对啊运动场上就是这样 最机会就是不懂装懂不是吗 对所以你就习惯 习惯再加上是说 我还是觉得读书当学生 撇开什么不谈 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在做研究 你们旁边的每个都比我强 当然要赶快那个啊 赶快要赶快好学赶快问啊 我觉得不是比较强 那就是我们运气比较好 就是早期读了多一点 像是我很喜欢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原则 还有帮含我之前创业的时候 我找了一起创业要做的伙伴 一起找见人教练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找的同伴一定要至少在某一个方面 是比我还厉害的 我自己主观认同觉得他这个地方比我强 也许是他不一定知道这一点 他不一定认为那一件 我看的重要那件事情是一个优点 是一个长处 或者是比我好的地方 像是我们刚才上一段节目 你讲说你的论文内容的题目啊 然后你去思考这些 训练上面的应用价值 我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就讲不出来 是 所以你看说 念书比较会念 念的比较好 那个是极远不同的问题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长年没有念过柔道 柔道的这方面智慧 或者说带小朋友 或者说跟家长相处这些 现在我也许比较好一点 刚开始念书 毕业出来直接开的时候 教育那一课 我也是完全没有 是是是是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高下 就是像你刚才所讲的 不一样 不一样有教导的话 就是最好的 对啊就是大家教学相长 在那样很好的 我觉得说 当学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就是大家没有什么 冲突 然后很单纯 就是我们要学 学会不懂开口 就像其实现在教育趋势 后来在推锁就是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就是这样 它就是要让同才学习 其实同才学习的效果 会比老师给老师教的 学习效果还要好 那同才学习就是 小朋友 你看小朋友在玩游戏 我想去跟你玩 你在玩 我想去跟你玩 然后我不会玩 或者是你有你的规则 你就会跟我讲 说现在我们要玩什么 然后我就会问 那我这个可以放这里吗 我这台车可以往这边走吗 我会问 然后你就会告诉我 这台车往那边走 它会掉下去 这台车往左边走 它就可以爬上去 然后我就会 这就是要主要同才学习 其实同才学习的效果 不用任何的长辈教 不用任何的外力干扰 两个自然就学习 东西就会上去了 其实这个效果是很强的 而且这个也需要 我们大人给小朋友很多的空间 就是因为小朋友 最有效的学题就是玩乐 对 我们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而不是说他在玩 他在干不正经的事情 对 还有一个是说 大人当我们是老师的时候 我要设计什么样的情境 让他们去 辅助他发挥这些东西 对 所以大人 其实未来的教育趋势 应该未来教育趋势的走向 现在是这样 以前我们说传统 就是我坐在那边 老师教 然后我听 然后听完 老师问问题 有没有问题 大多都是没问题 好下课 就是我们以媚的听 对 还有一种是 以前遇到比较糟的状况是 我提问了 可能被老师反驳 你懂意思吗 老师可能没有那么 那么有技巧的回答你 你会学生问了 反而好像很丢脸很受伤 或是问了 会拖延到其他同学下课 被拖延 我有去过一两次这种状况 老师在课堂上公然骂你说 你怎么这么不受教 不对老师你讲的好像是错的 跟我在课外出身边看到的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会有这样 所以就是一些经验让我们 那个其实也没有说 我觉得没有对错 就是每个老师的背景 他的成长背景 跟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 那现在未来的小孩更是这样 未来小孩 现在你看小孩几乎都是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平板 在在电脑前面 游戏机前面待那么久 对啊 为什么 那他们都习惯用这种声光刺激接受 可是到了大一点的时候 国高中他每天在看这些YouTuber 他可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的脑中没有想法吗 我觉得不见得 我觉得不见得 他们一样有他们想法 只是他们想法 可能不是我们认为的正规 或者是他想的东西 他已经没有办法用跟我们这个年代 同样的波长给我们知道 对啊 但是不代表你要一开始就否认他 或许你已经一听他再说 你就知道说 这不切实际 这不可能成功 但是你也不用一开始就说他不会成功 你让他去做 做了之后 他才有办法去修正 修正到比较失窃的方向 哇 有你们这样子在第一线的教育 现在国小的阶段 能够听到这种讲法真好 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 以前我们在骑车车 车队 他现在在瑞芳教书 他也是用类似这样子的方法去带 去带他的小朋友 所以让我觉得说 在台湾的这种 比较死本 比较功利 比较僵化的 就是升学一定要上 一定要补习 一定要怎么样 怎么样 以前我在过的这种生活啊 以外好像 你看到有多一个希望 这种感觉 是啊 现在没办法这样 而且 你说没办法 但其实 尤其是台北市 比较核心的这种学区 欸 还是这样做 是啊 很瞠目结舌 尤其是这些家长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以前是走这条路的 所以他们都知道 这条路的缺点 但是他们还是要这样做 对 因为他们没有尝试过其他的方式来的 应该是说他们没有走过其他的路 在其他的路上看过的风景 所以他们只想着 我就说嘛 未知嘛 当你未知的时候 你没办法跨出那一步的时候 你永远对那边就是觉得它是黑暗 它是恐惧的 所以连像这样子的层面 一个社会都分别充满着很多的不理解 是啊 没有看过另外一边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就说 其实今天讲同志运动员 其实我要说的是 自从两公约 我们一直在讲两公约 就是那个2009年 那个时候有什么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 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就是我们台湾制定两公约之后 虽然我们没有禁联合国 但是台湾有在实施两公约 两公约它就是在讲人权 讲这些议题 然后呢 这些议题之下呢 他把它融进课程 然后专任教练的讲习 你知道现在专任教练每年的讲习 一定要有性别的议题 可以想介绍 对 一定要性别的议题 然后就是在讲 其实 而且你的教育学程里面 你每年的老师研习里面 你都必须一定要这样的研习实书 强迫我们一定要听 那听久了之后 再来你在工作职场上 性贫乏更是落实 而且性贫乏现在可以追溯 可以追溯 不只男对女 或是男对女 或是上司罪对下属 或者是反正任何的 这是可以追溯的 一旦有实证是可以追溯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尊重跟理解 法令已经规定 所以你看统婚法过了 对于大家有没有受到保护 有 但是并不是说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说离婚率 就会有人说 那个什么 将来会为了影响国家的 影响国家的生育人口 什么的 对都没错 都没错 你认为这个没错 没有 我觉得他们讲的没错 但是一部分是对的 但是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没有思考到背后 他们自己 当我讲出这样的理论是对的时候 我一定没有想到 这些理论错的那部分 对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当他们大家在讲这些的时候 对我以为我来说 嗯 我不会很在意 或者是我根本 第一个我就根本不会想去听 因为 这个跟我的理念是背离的 嗯 跟我的理念是背离的 我也不想要再去跟他们 多争辩什么 因为他们就没有机会遇到 可是 当他有机会遇到的时候 他的考验才开始呢 嗯哼 你必须强迫接受的时候 就像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概念的老师 忽然他必须接受性语教育 他的教练讲解 对对 还有一个是说 你说 假设 假设我是一个校长 然后呢 我很坚持 男生不能喜欢男生 女生不能喜欢女生 偏偏你学校 就来了这样的老师 嗯 你要说他不对吗 你说他教学不好吗 通通都没有啊 对啊 那教学能力是完全无关的事情 对对对 你要不要接受 嗯 对啊 你必须要接受 可是你心里面的冲击 你会很辛苦啊 那些老师有感觉吗 校长自己也很辛苦 对 你懂我也是吗 所以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呢 对对对 你懂啊 为什么要给自己心里足起那道墙 然后让自己觉得那道墙很高很累 然后你要打破那道墙很累 但是话说回来 因为你从小的受到的养成你家人的理解和知识 会不会让你对于前一阵子我们这个公投 知不知从同文法立宪的这个结果 会让你感觉很错愕 你会觉得说原来台湾其实是很封闭的 诶 我觉得不是 我不是觉得台湾封闭 我倒觉得这个公投能够能够起来 就已经是台湾很很进步的地方 对 但是我觉得人民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有言论自由 对 他们有他们的坚持 我觉得都尊重 我觉得站在民主的角度是 我们可以尊重大家的意见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如何找到那个平衡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 因为他很强力的在阐述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有呈现他的价值 我也很努力的阐述我的想法 这是我的价值 对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台湾很小 大家不要说因为你一定坚持什么 我一定坚持什么 我们两个一定不好 就是会变成写冲突 何必呢 就刚刚我们回过头来谈到说 一个学校里面 你有这台好机器 我也有这台好机器 但是这两台机器如果放在一起 共同使用的时候 会产出更好的学生 可是偏偏你跟我不好 我也跟你不好 这两台机器就是晾在那边养蚊子 是吧 学生也没受用 你也不会更好 我也不会更好 对 有时候大家把心情打开 多听多听 然后 我倒觉得那时候我身边有一些 有一些朋友 他们就觉得说 你看看他们说的那什么话 其实我听到我都一直笑 我一直笑 我已经听多了 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 不是我不是听多 我是觉得好笑 是说原来你看这些人平常这样子 好像就是很客气 很怎么样 原来他心里面对于一些议题的时候 会有这么强烈的情绪 然后会有这么多的 会有这么深的言论 然后当他发现他身边站的是一些支持他的人 他就更有他的那个更有勇气去讲他的想法 讲特别大声 这种感觉 可是我要说的是 有些时候是炒作 有些时候是操弄 对 那我觉得 为什么要成为别人炒作操弄的对象 对啊 你去公投 你就默默投下女神生的那一票 对啊 那不是说谁特别受惠 而是我要说的是 你的身边或是你的家人 如果有人是呢 嗯 好 那就像我 就是有点像是我的处境一样 我先认识你 之后我才知道你是同事的身份 就因为这个契机 就完全把我的想法要转换 就很像你刚才讲的一样 如果我的身边有人是呢 如果我生出来的是一个女儿 她喜欢女生 对啊 对你懂意思吗 就是就是话不要讲太早 就是你如何让自己 其实很多人的想法很可怕的是 这世界会战胜都是人的想法想出来的 嗯 你懂不懂 就是人嘛 对啊 因为没有人天生叫你说一定要打仗 没有 可是为什么会最后会打起来 对 就是你 就是这些是人 这是人的想法造成的 所以不要 不要去受限 让自己陷入那样负面的情绪里面太久 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刚才节目一开头我有个问题 问的就是噜噜噜的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我想要 我心里面的疑惑就是说 因为你刚才跟我解释LGBTQAI Plus 对 然后你在解释这一常看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还稍微找了一下资料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异性恋者对于同性恋 对于同志的不理解 对 那像你的话 会不会对于Q对I的不理解的程度 或者是困惑程度 像会像我们的眼光一样 嗯 不会 我所谓 我应该是说 我对于同志 这个什么叫同志 这个东西我并没有特别去研究 而且还有一个是说 我曾经遇过 人家来跟我说 你们那圈子的 什么什么 他跟我讲话的过程中 你们那圈子的 怎样怎样 你们那圈子的 我听到这个圈子的时候 我就心里就很 很很很很不是直 我就说 什么圈 嗯 什么圈 为什么要把人 用圈圈来划分呢 嗯 不就是大家都在这块土地上工作 这块土地上生活吗 嗯 不就是 你有你的感情生活 我有我的感情生活吗 对 为什么要用你们那个圈子的 怎样怎样 你们那圈子的 把自己受限了呢 嗯 对 那所以 他们比较紧密 不代表他们不喜欢外部的人 不代表他们排外 或者说 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 我曾经也遇过 有一些 有一些 或许他们有一些自己的顾虑啊 我就说了 有一些自己的顾虑是 当我就是那么坦然 例如有一天我 分享 我在学校里面 然后就跟 学校老师在聊天 然后 这个时候 就刚好有一个家长进来 嗯 然后 我们需要很大很多志工 就刚好家长进来 然后可能我们刚好聊的话题 就突然停下来 然后那个家长也算 跟我们很多年了 也算是私交有朋友的关系 然后就说 你们聊什么 尽量聊没关系 然后 然后 那个 刚好有个老师 我们就很自然就说 哦没有啊 乔米跟他女朋友吵架了 什么的 然后 然后那个家长说 然后我们 然后那个老师就很尴尬说 这样子讲 你会不会 你是家长的角度 你会不会很 很 很敢言 或什么 很尴尬 但是那个家长就说 不会啊 乔米如果跟我说他要嫁人 我才会害怕吧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很多东西都是心知肚明 但是 人家喜欢你这个人 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性别认同 而去排斥你 如果今天这个人 会因为你的性别认同 而去排斥你 而不喜欢你 那我要说的是 这个人 你也不用想要跟他 当好朋友 你也不用想要靠近他 你也不需要这样去 我去求全嘛 嗯嗯嗯 每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对不是我现在讲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 谈论的这个议题 是用 这个当一个关键点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 你在公司里面 就会有老板喜欢你 就会有人不喜欢你 嗯 可是 喜欢你的人 就是会喜欢你 不喜欢你的人 你做再多 对他来讲都是眼中钉 对 啊但是撇开 撇开不谈 撇开那个什么 什么同性别认同的东西 不谈 但是 我还是回过头要说的是 我们如何 做人 做人 你待人成可 你诚实 你坦然 每个人总是有自己的缺点 嗯 对 那 我喜欢女生 我也不怕你讲 嗯嗯 可是我真的遇过有一些 有一群人 大家可能都是同志 但是他们就很封闭 我们这群朋友里面的群组 如果我认识了别的人 我觉得 我们这个团体很好 我想要带他进来认识 还要经过这个团体 大家的 的认同 才可以带朋友进来 这样啊 那你不觉得这又是一个 很 就是又是一个圈圈吗 嗯 对 那当圈圈是自己画的 对对对对 你画出来之后 就很难去 反对其他人说 你们的这个圈子 用这样子的 描述 对 然后你看这个圈圈里面 这个圈圈里面 大家可能都 有所 都会 就是会说 什么 有所顾虑啊 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他是你同志或什么的 可是 这可以理解 对 可是我要回过头说 那你们这个圈圈还挺麻烦的吗 你不觉得 当你如果你的生活 工作 生活 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当中 又有一个朋友圈 是这样子的时候 是来找自己麻烦吗 嗯 像我我可能就 我可能就会 敬而远之 我会说 你都不要把我加进去 你都不要把我加进去 我不要我不要参加 我不想要 分享你的这种压力 对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没有必要这样 如果对 就是让自己生活 简单一点 开心一点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 对啊可是 回过头要说 我有遇过一些学生 他们 会来跟我说 他喜欢谁 嗯 他喜欢谁 不管他是男生喜欢男生 或男生喜欢女生 都对我来说 真的都一样 我就会说 啊喜欢 就去追啊 嗯 他说 可是我怕他会拒绝啊 你你懂了 喜欢 要去追他 怕被拒绝 并不是女生跟女生在一起 男生跟男生在一起 或是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才会遇到的事情 这是大家都会遇到的事情 对 对 那你真的喜欢 你要开口 可是你要尊重对方 对方 如果不喜欢你 你当然不能怎么样 嗯 但是你也不用 去一直 强调当那个恐怖情人 死产烂打 一直跟他讲说 跟我在一起会多好 不需要这样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像这样子的顾虑 如果像 异性恋者的话 也就算了 因为我们 觉得说会被拒绝 就是啊我 我会很受伤 或者是我会觉得 很无地自容 我很丢脸 以后我不知道再见到这个人 我要什么相处 只会这样子而已 但是如果是我 今天我喜欢男生的话 我想要去跟一个男生告白 我还会碰到一个很大的 挣扎就是 我怎么知道他喜欢男男女的 对 所以我要说了 你不知道他喜欢男男女的 你就去跟他告白 你不觉得这个很冒险吗 对 所以一定是从 我说说 人跟人从相处开始 你不要去挑战一个未知 你人跟人相处 相处久了 聊闲聊 当朋友一样闲聊 闲聊完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 他真的是很强烈喜欢女生 他不会喜欢男生 那你已经知道了 你就算暗恋 你也只能暗恋 你也不会冒险去 就不会选择去强迫 或强求那些 对 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啊是啊 人本来就不需要去强求一些 你强求只能让 人家说气不如怯 怯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不是吗 对 你就是不用去 给自己多累 对 真的不用那么累 OK 对 那台湾目前是在 我的印象 应该没有错吧 目前是在所亚洲国家里面 还是唯一一个 就是法律是支持总经婚姻的 这件 这个发展 在公投的结果这样呈现之后 反而由大法官示现 然后另外立的专法 这个转折在你的心目中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有没有觉得说 这有没有 因为你刚刚提到2009年的事情 对 其实这个在我们一线恋者 或者是一般人 没有在关注议题 是完全不知道的 对 所以对于你 你觉得 同性婚姻的专法成立 对于你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还是你们预料中 原本就觉得说 好像本来趋势就会是如此 嗯 其实我要说 他这个专法立了之后啊 对于我们的感情生活来说 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感情生活没有差别 唯一差别在什么 在进医院的那一刻 对 那个时候 听到最有利的论述 我觉得 要一个人帮他签同意书的时候 旁边这个人是你的谁 不是哥哥 不是弟弟 不是姐姐 不是妹妹 是朋友 医生不会让你签 对 对 我觉得有差别是在这里 最重要的进步是在这里 对 最重要的进步真的是差别在这里 可是 你说 对于我们的感情生活 有没有差 没差啊 你说 再回过头来谈 一对男女朋友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男女朋友 在一起20年 在一起20年喔 没有结婚啊 嗯 为什么他们不要结婚 有法可以让他们结婚啊 结婚两个人都可以拿到补助 有婚嫁啊 为什么不结婚 结婚之后要承受家庭的压力 跟类 嗯 结婚了之后 有结婚了结婚之后有差别吗 没有差别啊 结婚之后有小孩会更好吗 对两个感情更好吗 一半一半 对 一半一半 没有人 很多就是 没有人说 一定两个人在一起结婚了 有小孩 家庭就幸福美满 不可能 嗯 这是不可能 对 所以都一样 不过说起来 因为你刚才讲说有没有结婚 对你们的感情生活是没有差别的 对啊 这种 就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第一个念头在我脑袋里面闪过 就是说 好像结婚之后 相应的社会压力或期待 或者是怎么样 这只有在一新一婚姻才会存在 也是会啦 其实 也是会啦 也是会 就是 也是会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人传统的文化 嗯 我们两个结婚了 过年 除夕夜 嗯 要去你家吃饭 还是在我家吃饭 对 你懂为什么啊 台湾人 男生跟女生结婚了 传统就是在男生结婚了 在男生家 对 对 可是 你说 现在有没有男生 说除夕夜 一定要先到女生家吃饭 有啊 嗯 因为塞车的关系嘛 对 所以我们先回娘家去嘛 平常都已经在我们家了嘛 对 除夕夜那天就先回他们家去吃饭嘛 嗯 可不可以 也没有不行啊 这些观念是人给自己的观念嘛 那是可以被打破的啊 对 所以其实 就很像宗教的书籍 其实也是人写下来的 是啊 我们要用传统去规范很多事情 是啊 以前的谁啊 我阿公的阿公 对 我是人嘛 对啊 所以 像我们也是一样 结婚了 那我们就第一年去你家过年 第二年在我家过年 嗯 然后大年初级我们才回来 反正平常工作都忙 难得联假 但是现在人 也很会规划自己的假期啦 端午联假 中秋联假 那我们就先去哪里 先去哪里 其实大家 加上平常也有视讯 嗯 就家人之间关系就很好 所以 其实这些 你说家人的期待有没有 也是会有 但是 我觉得已经很少了啦 已经比较小了 而且现在的父母都也比较 因为接收的资讯也够了 所以其实都还蛮 蛮敞开心胸 大家都蛮 蛮好的 人跟人之间相处 其实我还是要回过头要说 当你很诚恳待人 互相相处久了 大家都知道你的个性 然后彼此也能够互相尊重理解 也没有什么隔阂啊 嗯 对 那我 我在想的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教育界或者是体育圈 风气会不会先天就是比较 封闭 对 或者是封闭 就是他的想法 比较不会像社会各界的开放 如果 从这种角度下来的话 同志在教育界 或者是体育圈的生存 是否会变得更加容易被 被抑制 或者是排挤 或者是好像就是说 新招不宣你不讲我当没事 这样子 嗯 我要说的是 你看我从小在楼道街长大 那 我的 身边的带过我们的老师 到我身边 现在自己 我们自己当 在运动场上当裁判 然后跟老师们大家相处 就是 我觉得是新招不宣啊 但是也不用刻意 在老师面前 我们还是一个学生的样子 在长辈面前 我还是一个完备的样子 在什么时间 你做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也不需要你去展现 你是女同性恋的那一面 不用了 对 那对于有一些议题 有些老师 在吃饭的时候 可以说 那也是在支持 那也是在支持同婚啊 那也是在支持同性恋啊 那也是在支持同性恋啊 我在旁边我也听到 我只是小小的而已 我也不说什么 你也不用去反驳他 言论 他有他的言论自由 对 那我会觉得 那叫言论的礼貌 懂意思吗 有些议题 就像在公开的场合 我也不用去说 我一定支持绿的 我一定支持蓝的 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 我们在一些场合当中 并不是那么亲密关系的朋友之间 我们就不会去谈到这个东西 或者甚至是 其实比较亲密关系的朋友 也会出于 因为尊重你的选择和身份 对 就更知道说 尽管我的坚持和我的想法 但是 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 我知道我这样讲会伤害到你 所以我应该要选择不说才对 对 或者是委婉的沟通 对 我是觉得 就这样 那你说 会去抑制 我觉得抑制是因为 在之前的法令 可能没有那么明确 还有一个是 团队的领导者 散发出什么样的气息 如果今天团队领导者 散发的气息就是非常 你们都不准交男女朋友 国中高中 有很多很多 对 你们都不准交男女朋友 一直到现在还是会 对 因为交男女朋友 成绩就会 就不想练 因为晚上都不睡觉 就在那边传讯息 然后毕业了 女生可能没成绩 男生可能有成绩 或是谁 哪一方可能没成绩 想要升学 另外一方面不想升学 然后想去哪里 就会有自己要的规划 就是有的教练 就会规范 不准交男女朋友 但是他讲的是 不准交男女朋友 也没有说不准男跟男 不准女跟女 也没有 但是是通则 不准交男女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 你说国高中 开始对一心喜欢 是不是正常 我觉得也是正常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 比较新一代的教练 开始会去辅导这一部分 就会跟孩子讲 你要交男女朋友 可以 一定不能影响到你的运动成绩 你该 你该教的作业 你该 该达到学业成绩 该达到速课成绩 该训练 就是必须能够都hold得住 你交男女朋友 ok啊 懂吗 你交了这个女生 之后 你的功课可以更好 乐观其成 有什么不好 但是一定不能影响你运动成绩 这个前提也是 没有办法 所以 所以 一定会多多少少少影响 好的影响 还是坏的影响而已 持平应该是很少见到的情况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 像我就说了 小孩子 这个人他已经有 他要决定要做的事情 你不用去跟他讲不要做 你不用去跟他讲不要做 你可以做 可是你要做的话 我希望你做到什么 越跟他讲不可以 他越想要 开什么玩笑 你以为什么叫做判定期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 不可以不要的时候 真的 你不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会觉得说 你就告诉他 你去做 但是你必须 可以到怎样可以更好 那他有追求的目标 他自己去了 尝试了之后 他又发现 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心力的时候 考验的是他自己 他有没有办法坚持 他如果有办法坚持过去的时候 你也要对关起神 你也要感谢 你也要非常替他开心 是他进化了 可是他中间自己 犯徒而废 他自己放弃了 那不就是 你自己 可能你自己也称心如意吗 不是 都当教练的 对 但是 但是你跟他之间 教练跟选手之间 信任的关系 并不会因为这样被打破 所以 我就说 现在的体育环境里面 你说会不会特别抑制 我要说的是 那个抑制都是自己造成的 怎样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 有些东西是心知肚明 假设的时候你现在告诉我说 乔米是不是喜欢女生 我告诉你说 没有我哪有 你会不能堵然我 对啊 你都会意思吗 这个是谁造成的 是我造成的 我为什么没办法坦然 对啊 就是 大家也明明知道 不然为什么学长追你 你不跟他在一起 你开始会有很多的 攻击 你不是说攻击 就是会挑衅 混货 因为你就已经明明知道一些事情 你才会问嘛 然后我又对你不诚肯不老实嘛 对 那大家就会理想嘛 主要得不爽的点 其实是不诚肯不老实的这个部分 对啊 所以我就说了 前提是互相信任的基础 还有一个是 我问先无愧 我们喜欢女生不是罪 这也不是我自己后天造成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先天就是这样 你说 我妈说 那大人说 不然你也去学一些 不然你去学跳舞啦 你去学更金来 你也做起来讨章 你懂意思吗 我说 我没办法 你懂意思吗 就是我说 不然你这么讨厌 你去做医生 你拿医学的书来读 你给我认真坐在那边读 你一定可以的 就没办法啊 对 你不要去 不要去强迫嘛 对啊 所以 回过台的时候 我就是很诚可告诉你说 啊对啊 我是啊 啊怎么样 对啊 我有犯着你了吗 或者是我追了你女朋友了吗 哈哈哈哈 等会说啊大家弹开来聊一聊一聊 笑笑的 啊最后大家就是 反正就这样啊 他就喜欢 那又怎么样 他练习也不会比你少啊 人家成绩又好啊 人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对啊 我觉得反而 坦然一点会让自己 你让自己自在 你也让别人自在 自然而然 你们就没有那个隔阂 对 啊有时候 就是大家 我觉得有时候会说 意志 会有意志大家发展 没有没有谁想要去 简单来说啦 我今天是协会 我今天我如果是协会代表 柔道总会的代表 我明明知道我的运动员 他现在我们国内非常顶尖的选手 假设非常顶尖选手 可他就是喜欢男生 嗯 然后我要跟他讲说 他喜欢男生他不可以出去比赛吗 不可以代表 你都想要有强的选手 每个人都想要啦 对对对 是吧 他喜欢男生女生跟我批事 大家会说跟我批事 谁说他喜欢女生 他就不能出去比赛 谁说先了 没有不用受限 就是前提是每个人都 不管男生女生 我觉得都一样 每个人把自己的实力培养出来 当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的时候 大家自然而然会喜欢你 会靠近你 你也不用去想要去为谁证明什么 不需要 你有时候过度去证明什么 也是让自己更累 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你想的就是很多时候 遭遇的阻力都是因为自己去造成的 因为自己去抗拒 不想要让大家更了解 或者是说自己太过于基于证明 而证明自己的选择 或者是基于证明别人是错的 而在这些事情上面花了很多心力 对 还有一些特别的是 像我是很明确的是我喜欢女生 对不对 可是有一种是他对于自己的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里面有一个 是 我还不知道自己喜欢男生还是女生 对 很困惑 对 但是你也可以很明确的表达 对 你也可以很明确的表达 我 我没有感情生活 我不知道我喜欢男生 我也不知道喜欢女生 我觉得很坦然 而且我现阶段 我不希望让社会 或者是我的朋友 或者我家庭的圈子 对我放很多的期待 要求我去往哪个方向 对 对对对 但是你也可以很坦然的说 对对 不要说 常常不是说年结最尴尬 就是每个回到家 问你说 你交男朋友了没 你交女朋友了没 好交了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做到哪里了 今年领多少 对就是问这种很尴尬的问题 但是 刚开始也是会 我在遇到一次而已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很好笑的是 他就问 我就说 可以结婚就会结婚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 就是他问 但是 我觉得有一年很特别的是 刚好 我阿姨问我 然后 我身边 不知道是有一个大人的声音 就是骂我阿姨说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问人家 是很没礼貌的事情 对 我觉得 也很好 我不是说他救了 我觉得这样的回答也很好 如何适时的讲出公益的话语 很重要 对 这个让我学到 所以之后如果人家再问 他问我 我会坦白回答 你问我就 我就回答 我也不想去掩饰什么 对 但是如果我有能力 成为那个讲公益话语 公益话语的人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 我今天 如果对你没有那么熟人 对 不应该主动的去 向大家说 阿乔明喜欢女生 他跟女生结婚 这样子 或者是说 对 如果你前提跟我够熟 对 你跟我够熟 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 你去跟外面的人说 我喜欢女生 有的人会很生气 对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有的人会很生气 但是回过头 我要说的是 你说的也没错 这是事实 但是 我们不要去成为那个传话者 对 对 我们不要去成为那个传话者 这就是所谓的八卦 对 阿 你是从我嘴巴亲耳听到 因为是我跟你讲 我喜欢女生 对 那你去跟外面的人说 其实我也不用太生气 有的人会很生气 我就会说 阿那你要生气什么 他说的也没错阿 对 阿你要生气什么 对 阿但是回过头 可能 你去做出这样的行为 会让人不舒服 所以我们就会检讨 我们就会提醒自己 警惕自己 不要去成为这样的人 或者是不要跟这种人以后 走太近 对 你就知道说他会去讲 对 所以就会保持距离 对 阿如果你讲出来的不是事实 你讲我的事情不是事实 这样我可能就会去找你理论 就觉得 你凭什么去讲我的事情 对阿 阿但是 有些时候 我觉得 就跟 我就说跟楼道队的小朋友一样阿 你已经是 你是女 我是很明确的 喜欢女生的人 就跟很多人不一样 嗯 很多人不一样 但是呢 今天我做的任何动作 可能都会被无限放大 楼道队小朋友也是 我亲近拍你一下 你就说 我用楼道摔你 对阿 都是会被无限放大 是耶 所以我们要更学会保护自己 我要说的保护自己是 你该说的就说 不该说的我也不会说 阿我也不会强势的要你去要求 我强势的去希望你接受我 但是这个保护自己的做法 不应该是出于先天主观 或者是说先入为主的 就不信任对方 对阿 对对 就是 刚好就好了 所以 有些话点到为止阿 有个老师 对就是大家心照不宣阿 但是你说 特别抑制我们的发展 我相信会有 我相信会有 但是 不重要阿 因为我无所求阿 你懂我意思吗 我之前就遇过 我之前在职场上 我就遇过一个 一个大学长 然后他就会 他就有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 如果你在小学里面 你要当上校长 我投给你 嗯 然后我就说怎么说 他说 除非你很明确 你跟男生结婚 好 有这样讲喔 有曾经有大学长这样跟我聊过 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 然后非常认识你 他很认识我 他认识我 他知道我行政能力 教育行政能力还不错 然后我之前接过学校主任 然后他就说 如果 如果你将来能够 在新北市 你能够当上校长 我投给你 你懂我意思吗 我就说 怎么 他说因为 如果你能够跟 你能够结婚 因为那时候没有同婚法 他说 如果你真的能够结婚了 会对你是有加分的 喔是喔 对 这是他们的圈子 这是上面的人圈子 好怪 但是这是他真心相信的东西 对 因为他们那个环境真的就是这样 确实是 但是回过头我要说 我没有想要当校长 对啊 我就说 我刚刚第一个听到这个问题 我其中有一个困惑点就是 我不想当校长 对我来怎么重要 但是你说 人家说的意志 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有可能的 有可能上层 但是 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说 你说 人家就说 因为你是 因为你是同性恋者 所以你必须 在职场上 你想要达到那样的地位 你必须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 你要有很多的革命 你要强迫很多的繁离 对 那 那其实 然后 意思是说 你要做很多努力 才能够让那些 不 不喜欢你的人 不能接受同性恋的人 接受你 你才有可能 在那个职位 才有可能达到你要的那个职位 可是我要说的是 难道双性恋者就不用 一性恋者就不用努力 就可以达到那个位置吗 对 不能这样说吧 一性恋者也是要很努力 才能达到那个位置 并不是同性恋要特别努力 才能达到那个位置 对 所以都是要努力 只是说 你如何让自己的心 安住在什么样的位置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 那积极盈盈盈 让大家来喜欢我 你会这样做的前提就是 你已经不认同自己了 对 你不认同自己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 张牙舞爪的行为 很多情绪 很多不理智的行为出现 那 谁 任何人都一样 谁会喜欢一个情绪化的人 当朋友 没有嘛 那话说回来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 还没有出柜的同事 某方面来讲 可能他还不够爱自己 或他对自己的选择 还不够 还不够确定 或不够勇敢 不够坦诚 会啊 会啊 确实是啊 确实是啊 对啊 就像 就像 我说的就是 有人就会说 他就是没自信嘛 他就 他是 他是爸爸妈妈的好女儿 宝贝女儿 即使你几岁的 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 可是 因为 你跟女生在一起了 或你跟男生在一起了 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 绝对不能接受 嗯 然后你就 永远都不要讲 嗯 可是 我要说的是 你没有说 日子久了 你爸妈也 秀到了 他发现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 他发现你比较快乐 嗯 他发现你日子也过得很平稳 嗯 也笑容 也很有笑容 然后跟家人之间相处 当然就和乐融融嘛 知道你比较好了 他们当然也瑞观其成啊 不需要去 也是有点 像刚才提到的先入为主 你先入为主的想 认为你爸妈是不会被改变的 对 他的坚持是 永远都不 不可能妥协 所以你就开始 你就开始自己也会 化地自现 对 你自己也会开始有点 就是不自在了嘛 嗯 当你不自在的时候 人在不自在的时候 当然就会很多 别扭的行为出现嘛 嗯 那你这些别扭行为出现的时候 不是无形当中是给自己压力 也给别人压力嘛 嗯 你的家人会觉得说 你怎么现在开始变得那么别扭 好像我问你什么话 你都一触即发 好像你就会发脾气 好像我问太多一样 嗯 可是 这个东西是谁造成 这种负面的 负面的相处 是谁造成的 还是你自己啊 嗯 对啊 我就说了 与其坦诚 好好聊聊 其实也没有什么 嗯 对啊 因为 你还是爸爸妈妈的小孩 不管你今天你喜欢男生女生 你怎么样 你都是爸爸妈妈的小孩 对 那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嗯 所以我还是觉得 坦然一点 那有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是说 那你这样就强迫大家接受 我说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啦 我不强迫他接受 我就要强迫我自己接受嘛 对对对对 可是 可是 可是我 你要我强迫我自己这样接受 可是我明明知道他很爱我 我的家人他很爱我 对 然后 我又让自己不快乐 我让自己不快乐的时候 他们一样也不快乐啊 我想要提出一件事情 我刚刚 节目开头说 我是支持同志群的孔童者 为什么我用孔童者 这三个字形容我自己 就是因为 很早前我在高中时代 我们在做同志的教育的时候 我就 你刚刚所讲的那个想法 我认为同志在强迫我们所有人接受他 但是到后面 其实 仔细想一想 我们没有被强迫要接受什么东西啊 我们没有被强迫要损失自己的什么权益 你知道吗 是啊 只是让你多认识一个东西而已啊 对 我并没有被强迫要让一个男生追我 我就必须接受他的追求 这是很蠢的事情 是是是 那个所谓的强迫接受 这件事情其实不存在 对 就是 就换异地思考嘛 假设今天异性恋者是少数 我们也 我们会不会也有必须要去强迫同性恋者接受我们喜欢不同的性别 是同样的 对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 对对 没错啊 就是 可是 一样啊 就是 我们练柔道的练角力的人口就是比较少啊 你骑自由车 跑田径的游泳的人就比较多啊 嗯 啊 然后你有成绩了 我眼红了 然后我就说 你有成绩了你就强迫我要接受 就要认同你的成绩很棒嘛 嗯嗯嗯 可是 我就不需要那么负面啊 嗯 对 如果大家都抱着说 看到别人好会很开心 你成为一个很好的观众 我觉得你不觉得社会很好吗 对对对 你不要去永远去当一个 成为很好的一个观众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们这段访谈最好的主角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成为一个好 就是大家好 你看到他开心你看到他好 你也会很开心啊 嗯 那你不用说看到别人好你就很吃味 你就说 啊 那是我要说的是 你的心理一开始就不认同自己 你就对自己非常没自信 嗯 我只是会觉得替你感到可怜 嗯 对你怎么会让自己变成这样 嗯 那你你的人生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 一定很辛苦 对啊 很辛苦 对你也不用再说你自己很辛苦 我知道你一定很辛苦 哈哈哈 对吧 就辛苦个那一两年 把身边的人 让他们能够接受 让他们能够放下 是啊是啊是啊 啊你 你反而把这些东西 你的心境好了 就跟我 我还是套回到前面讲的那个太极 太极最后 张三峰能够练成太极的原因 是他服我嘛 嗯 他把原来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他学到的东西都放下的时候 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 对啊成就了极致 这样子整段聊下来我会让我觉得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好像不太需要问了 但是我还是提一下好了 就是说 以你的心境 以你目前的感受 然后现在台湾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开放程度 你会不会觉得 呃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 还需要做出什么样子的改变 才能让同志更自在去做自己 不管是在体育的发展上面 还是在人生任何其他的面向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同志或是一般人 大家要先有一个心态是说 台湾已经是民主化的社会 就是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 嗯 然后在旧有的法定之下 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嗯 对那 回过头来说 我们不能强迫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东西嘛 好你喜不喜欢吃牛肉 你吃牛肉吗 我不喜欢啊 我不喜欢啊 好那 你喜欢骑脚踏车 对不对 我不喜欢啊 嗯嗯嗯嗯 那我们需要去强迫大家接受嘛 没办法 可是你喜不喜欢人家对你和颜月色 对 你喜欢嘛 你也喜欢 天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嘛 对不对 一样我也喜欢 好 我们两个共同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喜欢 追求离苦得乐 离开痛苦的事 喜欢得到真正的快乐 嗯 那在这个出发点上 我们 是不是 都能够认同说 你喜欢人家和颜月色带你 我也喜欢人家和颜月色带我 那 我们从这个出发点来说的话 是不是 相处起来会更融加 对 那你明明知道他 你明明知道他 喜欢什么 他喜欢不代表我一定要喜欢 但是我也不用去叫他不要喜欢 对就是 我们要知道说 社会的风气是越来越开放 但是这个开放并不是不认同 或不允许其他人有保守的思想存在 是啊是啊是啊 啊 真正的自由是不影响别人的自由 对对对 这不是我们那个三民主义以前 我记得我三民主义最常学到就是 真正的自由就是不影响别人自由为自由 对啊 小时候不知道你想想什么批话 这就已经在影响我的自由了 对对 但对啊 看多了才会知道说 他在讲的是什么 是是是 啊他 他有他的自由 他有他的想要的自由 他坚持的论点 有一天 能够打翻他论点的也只有他自己 嗯嗯 对你不用想要急着去打翻他 如果今天你说的一句话 他就能够改变他的想法 那表示你说的话是有影响力的 还有一个是他愿意敞开心胸去接受 所有跟他不一样的声音 这个人也是强大的 嗯嗯嗯嗯 那我要说你们两个是可以心心相喜的 嗯嗯 对那你们这个这个 这样的这样的接触是会让大家更进步的 但是如果你说的话他是不能接受的 那他就不能接受啊 他不用影响啊 对那我也不用去强迫他一定要接受啊 对 所以必须让彼此那么不愉快呢 嗯嗯嗯 所以我是觉得你说这个环境 能够多做一点什么 我只觉得大家多一点尊重 多一点理解 让自己生活上跟人的冲突 纠纷少一点 每个人都是快乐的 每个人都是快乐 不会说因为你你做了这样 而你自己不快乐 别人快乐 没有 嗯 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是快乐的 嗯 OK很感谢今天乔明老师在节目上面 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话题 欢迎非常开心 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对啊 赶快解封之后 我们可以聚一下 吃个饭什么的 对啊 好非常好 谢谢谢谢 感谢给这个机会 大家好好聊聊 就是也是像我讲的一样 如果不能做节目的话 我可能一辈子改给我 不会想去 不知道怎么问 这个问题 不会不会 我身边遇到很多 我还有遇到 我一个亲戚的儿子 然后他就干脆去加拿大工作 读书 读书完工作 然后就跟他的先生 就在加拿大 儿子哦 然后哥哥 我们家叫哥哥 嗯 就在加拿大 然后两个男生 就难得一年可能只回来一次 看他妈妈 嗯 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很开心啊 因为他妈妈就说 因为他知道 他儿子如果留在台湾 会很辛苦 嗯 所以他去 他送他去加拿大读书 他在那边发展 然后他觉得 这样一年回来一次 他没有什么不好啊 嗯 我们这样子就是 我们自己的想法会说 哇你儿子 他这样子在 为了这样好辛苦哦 他在国外 然后你人在台湾 你怎么样了 谁可以照顾你 然后他就说 你不用想太多 就是时候到了 你他儿子自然而然会 会想办法照顾他 对 但是前提是 你让他生活 是开心的 是稳定的 他生活更有能 我跟他没事 找是给他一个理由 可以梳理自己 对 让他生活更有能力了 他在那边工作 他也得到很好的薪水 然后也过得很好 他很有能力了 将来妈妈怎么样的 他一定会照顾他 嗯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姑姑 很很睿智啊 很好 对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台湾生活 然后他的儿子在那边 偶尔家子回来 我们 难得一年回来一次 就跟他哥哥一起吃饭 然后他的外国 外国男朋友 其实是华裔啊 嗯 他就会 他们两个就互动也很有趣 他就会说 他就很情绪化 早上起床喝 起床气啊 你就会听到说 其实 就不过 也是一 一对 对 就是一对吧 他们就是有他们 他们两个相处在一起 有他们的习惯 跟男生女生 他们在一起不也是都一样的 都会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那很好笑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别的 好 很漂亮喔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SSE训练漫谈 是一个以谈论竞技运动的体能训练 以及广要国内在 运动训练的各个领域专家 互相对谈的一个podcast节目 如果您是赖乔明老师的朋友 第一次收听本频道的话 别忘了回头收听上一集 第十二集 乔明老师从国手身份退役 进入国小任职的经验坛 而如果您是运动人 希望持续收听到更多有关于 运动训练相关的知识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SSE训练漫谈 如果您听了今天的节目 感觉得到了很多收获 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留言 和留下您的评价 此外 我们也有月复制的小额募资方案 每个月最低只需要支付新台币40元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伙伴 帮助我们继续把好的节目推广下去 详细的募资方案连结呢 会在这一集节目的show note里面可以找到 下个礼拜将会回到 廖教练碎碎念的短篇内容 然后再次预告一下 下下个礼拜的训练漫谈 第14集的节目呢 将会是2016年里约奥运代表选手 粉红小钢炮王庭音的访谈节目 内容非常精彩 敬请期待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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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